因爲什麽 它是這兩個字的近似 這兩個字的近似 那 講得那麼旋 我們直接來看圖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很有趣喔 假設我們先定這個 上面這個字怎麼叫X 因為顯得很多很麻煩對不對 把它令它叫X 假設這個叫X的話 今天我們X坐標軸是 1J-Nu Y軸呢 是NJ除以GJ 也就是我們的什麼 佔有的機率 對不對 這邊呢 是我能量的高低 相對於chemical potential的高低 因為μ值如果我固定的話 每一個能切1J-μ不是等於怎麼樣 相對於一個化學位 它的高或者是低嗎對不對 所以這邊相對化學位的高低 這邊呢 是我的佔有的機率 那我來看這個圖 好 明明這數值是加1-1跟0 結果它的表現完全偏差地點 怎麼樣我們可以偏差地點呢 你看看 假設今天我們是加1的話 這個是加1的話 那位置怎麼樣 加1是什麼 是分明地lock 對不對 好啦 那如果這邊是X 今天的X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把事情比較簡單一點 好 假設我們把我們的式子 像這樣子 好 好 今天如果A是1 A是1 大家想想看 X很大 那下面反而就很大 對不對 X很大 現在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非常大的 所以非常大的就是1 整個值就怎樣 變0 對不對 X很大 所以當X走很大的時候 分明地lock 整條件的紅色尿線 它就會怎樣 趨近於0 對不對 好 那加1 好像是加1 我們去看 假設X很小 往負的走 負的無雄大 好了 它是屈近於0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1分之1 所以負的很大 我們比的話 就會怎麼樣 屈近於1 對不對 好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值 當X剛好沒0的時候 它變成1加1 對不對 就2分之1 所以X沒0的時候 這個值一定是2分之1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性質 我們後面再講的時候 我跟你講 半導體 我們定義廢裡面 為什麼要定義2分之1 雖然我們還沒講到 對不對 我們講 可是你們有說半導體物理 或是半導體相關的東西 我們定義廢裡面 為什麼要定義2分之1 它什麼時候 剛好有2分之1啊 1這個- μ 剛好有2分之1 這是你的能量剛好有2分之1 對不對 那你剛好有2分之1 那你剛好有2分之1 你的分部 就會有這個狀態 就一半的機率被占有 一半沒有被占有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定義 我們廢裡面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的統計分部 就會被課分之1啊 對不對 或是你看到你的例子 佔有2分之1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廢裡面 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值 剛好在x-0這個地方 後面我會想去講 它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好 所以有2分部 它長這樣子 有點像這個 這個hypetonic tangent 反過來而已 對不對 就長這樣 好 那我們再來看 Post Einstein 負1 兩個只差2 對不對 一個正一個負1 一直差2 那長得為什麼很不一樣 負1的時候發生什麼情況 同樣的 這是負1 或者這邊是負1 x很大的時候 當然也是大得不得了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去近0 x很大的時候去近0 好了 那x很小呢 如果他小得不得了的話 那是怎麼樣的情況 這是負1喔 這是負1喔 我們先講去近 假設 如果這個值 等於0的話 x等於0 這邊1-0 怎麼樣 0分之1怎麼樣 就爆掉了 對不對 整個就爆掉了 那 在這個裡頭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然後x可不可以小於0 x可不可以小於0 如果小於馬上爆掉 人家從向上來 對不對 會不會有個格子感 對不對 蛤 不可以吐的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他也沒有更別人讓他去佔用 所以他 他的定義力只能定義到這邊 哪有位置 他定義力只能對 所謂 boss answer distribution 那他的本質上的差異 跟 為什麼要跟你說的 蛤 差別在什麼地方 沒有啊 就x 這個標準 不是說他不能定義在負的地方嗎 蛤 哪一個 這樣有機率 不會啊 負的這裡 還是真的啊 假設覺得 有點像負乎窮大 對不對 我知道你的意思 對啦 沒有錯你講沒有錯 就是 因為像是負乎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小微衣 最前面的符號 所以呢 這兩個 這兩個在本質上 差一個什麼地方 機率的問題嗎 對不對 本命迪洛克 他 xs-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機率 還是正的嗎 啊這邊呢 再有機率不可以是負的嗎 就是我們算一個 簡單 比如說 今天來算一個 某史萊斯坦 那假設我們今天 這是負一嘛 對不對 假設是exponential的 負一分之一的話 那我們f這個變成什麼 就是0.37嗎 對不對 怎麼有負的意思 0.37嗎 0.37就變成什麼 負的0.63嘛 對不對 所以負的0.63分之一 負的0.63分之一 那他的機率 他的機率 是什麼 負值嘛 對不對 那機率可以是負值嗎 不行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索命迪洛克呢 同樣的例子 如果是索命迪洛克 這邊是什麼 1.63分之一 對不對 如果是索命迪洛克 SB 他就變成什麼 1.63分之一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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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對不對 這可以嗎 這是可以的嗎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他的定義率 可以用的地方 都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 我直接把我們講 講個一樣 好啦 那所以這裡不可以小一 可是呢 假設我們現在的情況是 如果你的S很小的話 也就是說 S很小的時候呢 你的所有的例子幾乎都在什麼 ground state 對不對 S很小嘛 他在你近日就幾乎非常非常非常大 百分之百可以佔用 對不對 所以S很小所有都在ground state 這種空位的講話叫 Boss Einstein Condensation 但是有很多設置靈聚碳 當你S很小的時候 那粉碧疙瓦克公布呢 當我有這個能量 小於chemical potential的時候 那 所有例子幾乎 在每個能界都是 百分之百佔用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是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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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粉碧疙瓦克 他告訴你說 每個能界最多都在於顆 對不對 那每個能界就是百分之百 在你北 每個能界最多在於顆 對吧 對吧 那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用一顆月子來看就好 是上一顆月子的模型不太對 如果可以 你們可以大概想看一件事情 這張粉碧疙瓦克講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你看 這是原子核 一堆原子 來 這一個 我們先用最古典的模型 來跟大家解釋 那不要忘記 這部題都講是不對的 來 這個能界 可以在一個字元朝上 跟一個字元朝下 對不對 這裡也可以在一個字元朝下 一個字元朝下 對不對 好第三圈 好啦 有可能只在一個墊子 就選這樣子 好啦 我們的原子模型 我們在填墊子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做了一件事情 字元朝下跟字元朝下 我們要設為兩個不同 他因為他是建平泰 對不對 把他設為不同的泰 好 字元朝下 這邊朝上 填滿了 對不對 每個彈一顆嗎 對不對 而每二之前朝上跟朝下 這兩個也是各放一顆嗎 對不對 那 再來這裡 只放一顆 這什麼意思呢 當我的能量 當我的能量 少於 mu mu是什麼 你可以想要把mu 想要成一種束縛能 束縛能 束縛態 我電子的能量 不夠大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 全部掉到 N-1 N-2 N-3 這些比較低的能態嗎 因為我的什麼 能量不夠大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只能百分之百 去佔油 怎麼樣 比較低的能態 對不對 當我電子 多到 能量高到 不是多到 能量高到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電子啊 他就有機會怎麼樣 到時候亂跑了 也就是我的能量很大 有的mu值的時候 是不是 我可能就會亂跑 所以我這個 太佔油的機率 就怎麼樣 就降低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雖然現在還沒有講到 這個chemical potential的意思 但是我們會告訴你 這個chemical potential 就是我的費米能結 它在裡面啊 費米能結 就是mu啊 能量大於費米能結 能量大於費米能結 的時候呢 你們在上 上學年玩折衡器的時候 對不對 你們說 所有的 這個半導體要遵守 講了這個 費米拉克分部 我想遵守 費米拉克分部 溫度高的時候 我的粒子 就有機會 有能量怎樣 跑出來嗎 對不對 他有機會跑出來嘛 那跑出來 為什麼要跑出來 因為有東西綁住他 他才要跑出來啊 不然他本來就已經 跑來跑去嘛 對不對 所以呢 當你的能量比 這個費米能量高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到處亂跑 所以這個太佔容易空空的 對不對 對吧 所以這幾個東西 就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那時間不夠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把它講完 好 好 啊 這太佔了 這太佔了 好 謝謝 謝謝 很棒 謝謝 我也想說 용